4K 解析度越來越普及 尤其是家用主機這塊 早在三年前就有 PS4 Pro 或 Xbox One X 打響第一聲號角 但又如何把這份感動傳給朋友們 如果沒有很好的設備 讓人不禁喊出 我太難了 我是編輯 Brian 歡迎收看開箱 Spotlight 三分鐘短開箱 快速掌握新科技 這次要帶給玩家的是不用電腦 就能錄製 4K HDR 影片的 Elgato Game Captures 4K 6T S Plus 遊戲擷取盒 相對於一般人對擷取盒的印象 Game Captures 4K 6T S Plus 真的是大了一點 不過這是因為它裡面有自帶 HEVC 影像解碼器與 SD 卡插槽 才能夠讓玩家免電腦進行遊戲錄影 先從它背後的接控開始說起 Game Captures 4K 6T S Plus 有兩個Type-C 接孔 兩個HDMI 接孔 分別對應著連接電腦 供電 影像輸入 及影像輸出的功能 前面則是音訊輸入孔 錄影鍵 跟 SD 卡插槽 由於家用主機在連接耳機的 音訊設備時 會將HDMI 端給靜音 獨立的耳機孔 可以讓玩家用一分二的轉租線 來輸入聲音 LGATTLE 也有提供 4K Capture Utility 給玩家連接電腦錄製 不過相對其他軟體 它的功能真是少到有點陽春啦 或許是在廠商的定位上 Game Capture 4K 6T S Plus 就是一台錄影裝置 不過實況主也別灰心 這款擷取盒不但支援第三方實況程式 例如 OBS、Stream Labs、XSplit 等主流實況軟體 也可以經由 4K Capture Utility 中的 Stream Link 功能 進行影像串聯 開台也不會是問題喔 但是前提是你的電腦跟網路 都得加把勁才行 如果你的電腦差強人意 但又想分享自己的畫面給朋友 這款 Game Capture 4K CTS Plus 主打的免電腦錄影功能 就是為你量身打造的 使用方式也十分簡單 把該連接的線連接好 把你的裝置開機 讓截取取核收到訊號後 按下中間的錄影鍵就能開始錄影 再按一次就能結束 不過當中間紅燈閃爍時 代表資料正在寫入 可別急著把SD卡退出 不然你就會得到空有容量 但打不開的檔案 心血全都白費了 QQ 跟大家分享一個有趣的點 Game Capture 4K CTS Plus 的配件當中 居然還有附贈多國插頭 這樣想把PS4 Pro 帶到國外玩的玩家 就能因敵質疑的錄製遊戲畫面了 如果需要出差的創作者們 也可以立即錄製需要的影像 可真是方便啊 最後 若想觀看詳細的測試報告 可直接點選資訊欄中的連接 當然喜歡這支影片也別忘了點讚 留言分享 並訂閱開啟小鈴鐺 我是Brian 開箱Spotlight 我們下集再見 掰掰